香噴噴的肉粽在桌上堆成小山 工作人員演名手快 依序分裝蜜蜂 準備出貨 冬午節快到了 加上宅經濟正夯 彰化福星鄉農會 粽子禮盒開出紅盤 並單成長三成 其中九成都是網購 可以儲存很久放在家裡 很方便 像現在這種防疫期間 可以一次擦奶放一個月 真的是很方便 另外如果吃膩的外食 想在家作小當家 彰化區農會也推防疫自主包 鰻魚 拭目魚 鯛魚 各種海味棉出力 只要簡單料理就能上桌 根本是主腹救星 網購訂單也逆勢成長三倍以上 這九九九年而已 不到一千塊 這段期間我們可以歡迎 我們所有家好朋友在家 做防疫的工作 我們用宅配送到家裡 不過因為疫情影響 物流業者公告低溫配送 暫停到六一四 在彰化的小農沒辦法 裝箱送貨 通通自己來 還有烏封農會的蔬菜箱 本來一天的出貨量約二十箱 但疫情爆發後 五百箱一上架四十分鐘就賣完 讓許多電商更重視婆媽市場 全力搶工 網購大餅 記者陳盛惟 許諸李雲傑 張化台中採訪報導